台陆委会从27号起调整赴大陆及香港澳门旅游警示为长色灯号 对此台湾统派团体两岸和平发展论坛 29号发表声明予以严厉谴责 蓝白阵营也喊话民进党当局 要支持民间交流 赖清德28号前往台中成功领营区 是岛新入伍的义务役士兵训练 在讲话时赖清德旺称 面对所谓威胁不能不做准备 赖清德此番发言究竟有何意图 今日海峡邀专家为您深入解析 因台立法机构改革案的攻防 岛内政坛掀起罢免风潮 对此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也拟修改选罢条例提高罢免门槛 而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虽表态称不赞同提高罢免门槛 但表示可以加强联署审查条件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 两岸关注 欢迎收看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是志平 我们一起来双注新闻 台陆委会27号提升赴 大陆及港澳地区旅游警示为成色 建议台湾民众避免非必要赴 大陆及港澳地区旅行 针对民进党当局 借调生所谓旅游警示 肆意抹黑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歪曲澳门政治及社会发展情况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表示强烈不满并予以严厉谴责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 作为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澳门特别行政区 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 自维护国家安全法 2009年制定生效以来 澳门社会经济繁荣发展 民生显著改善 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去年该法的修订 广泛借鉴了不同法律的立法经验 遵守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相关国际人权公约规定 遵循澳门法治传统 尊重澳门社会实际情况 充分保障居民 及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事实证明 维护国家安全法治进一步健全 对澳门的发展 起到正面促进和保障作用 澳门仍然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安全 最具经济活力的国际旅游休闲城市 到访旅客持续增长 经济表现亦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充分肯定和高度期待 澳门特区政府重申 维护国家安全法 对任何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 与国际法准则保持一致 其中罪行离定 预防性措施和诉讼程序 完全符合澳门刑事法律传统 接受到明晰严格限定 法律仅针对和制裁 极少数亦于危害国家和澳门安全的人 一般来澳旅客 务许担心物夺法网 澳门特区政府指出 台湾当局为求政治私利 罔顾客观事实 公然污蔑澳门法治和人权状况 企图在岛内制造恐慌 破坏澳台两地民众交往 足见其用意之险恶 手段之卑劣 澳门特区政府正中呼吁台湾当局 真诚顾念台湾民众福祉 真实两地民众情感 停止利用澳门 进行各种政治操弄 损人害己 台陆委会从27号起 调整赴大陆及香港澳门旅游警示 为橙色灯号 对此 台湾同派团体两岸和平发展论坛 29号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声明表示 我们对民进党刻意将全体台湾人 与台独路线挂钩的卑劣做法 以及持续阻挠两岸人民 良性互动交流的错误政策 表示严厉谴责 声明还提出三点呼吁 一 民进党不应该以牺牲老百姓福祉 作为达成政治诉求的工具 二 民进党不应该无端渲染恐怖氛围 嚇阻老百姓外出旅游 声明强调 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并不支持台独 只有作贼心虚的民进党政客 需要担心大陆发布 惩治台独22条意见 台湾老百姓到世界各地 包括大陆港澳地区旅游 都是自在舒适的 三 老百姓期待的 是两岸互相释出交流互动的善意 而非持续升高对抗的恶意 声明写道 希望赖清德应该正面回应大陆的善意 逐步积累两岸的良善互动 而不是带着恶意 连两岸之间最基本的旅游交流活动都要阻挠 针对民进党当局提升赴大陆及香港澳门旅游警示一事 中国国民党认为 双方善意不在 民间交流退去 只剩下政治的喊话跟军事的对立 绝对不是区域稳定的正面发展 更不符合多数民众的期待 中国国民党集民代赖世宝指出 两岸关系现在首要就是降低敌意 没有孰先孰后的问题 总是有人要先沟通 台湾民众党集民代林国成则表示 支持增加民间交流 以舒缓两岸紧张关系 受到冲击最大的岛内旅行业极度愤慨 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全联会理事长肖伯仁表示 旅行业很忧虑两岸的旅游发展 民进党当局不但没有堆叠善意 反而背道而驰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表示 民进党当局提升赴大陆及香港澳门旅游警示 凸显其无力又无能 这是一个超级无力又无能的反应 因为很简单 就是现在我们本来就团客这些东西本来就不能去 你已经就不让他们去了 那身家本来就自由行会去了 那自由行会去的人是怎么样 他本来就很想去 所以不管成不成事他都会去 台军退役将领立正杰则认为 民进党当局此举等同于把全台湾2300万人 当作台独的人肉盾牌非常无耻 你等于说开了一部游览车 带着2300万人坐在这部车上面 然后你在那边开车闯红灯 我跟你讲 如果说万一出车货是2300万人 跟你一起玉石俱焚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你最不应该拿2300万人 来拿来当人肉盾牌 来替你当背书 大陆发布惩治台独22条意见后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 通过各种欺骗话术 有意将台湾2300万人 绑上他的台独战车 不过岛内民众明确拒绝被台独 让赖清德骗不下去 日前大陆发布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赖清德在回应时叫嚣称 在大陆眼中 台湾只有中华统一促进党 不是台独 甚至还经由台陆委会宣布 提升赴大陆及港澳地区旅游警示为成色 建议岛内民众 避免非必要赴大陆及港澳地区旅行 相关言行迅速遭到岛内舆论炮轰 有网友留言讽刺称 原来我是台独啊 我怎么不知道 赖清德脸真大 台独张口就来 成色警示由台独分子遵守就好 赖清德原本的目的是想通过连哄带下的话术 把意见的惩治对象从台独顽固分子 扩大到所有岛内民众 进一步挑起两岸对抗 然而不少岛内民众明确与台独切割 拒绝被台独 赖清德拉民众下水的算盘 不仅没有打响 反而被打脸骗不下去了 拉台湾人撇杖 为台独牺牲 台湾人不干 台湾与台独 敬畏昏明 之间没有等号 我们绝不容许 赖清德搞台独 却以拉台湾下水 为代价 绝大部分人说 对不起啊 我不跟你们台独玩 我也不是台独 别想把我偷下水 台湾中视新闻网刊发 谁该害怕成独一文指出 绝大多数台湾民众 都有智慧 很善良 不是台独的同路人 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 拒绝被赖清德绑架和代言 站出来亮明非独立场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 副研究员谢南受访时认为 从近期大陆发布成独意见 和召开海峡论坛两件事来看 大陆一方面坚决有力惩戒台独 不留任何谋独空间 另一方面毫无犹豫 继续推动以荣促统 落实台湾同胞同等待遇 让台湾同胞共享 中国式现代化的机遇和成果 所以赖清德自作聪明 绑定岛内民众 反而加速了民众和台独 划清界限 相关问题 我们马上来请教 台北的时事评论员侯汉婷 您好侯先生 您认为赖清德联蒙带骗 意图将2300万台湾民众绑上他的台独战车 此举能得逞吗 赖清德能不能骗得了台湾民众 只要多骗到一个台湾民众 就算他赢 关键是他骗的方式 以及宣传的渠道太强了 因为赖清德本人也好 以及民进党整个的御用宣传团队 包含所有的媒体网军都在网路上 大肆宣传赖清德的相关言论 而关键是所谓的公家机关 也在全面配合的动起来 包含像陆委会或者是我们的交通单位 都认为说大陆现在是属于警戒地区 亮了橘灯 非必要不要前往 那么当然对于本来就在经商求学 或者是本来就对两岸有所兴趣交流的人 自然是不会受到影响 可是那一些本来他可能还有点怀疑 或者是要去不去皆无不可的这种人 那么接受到了民进党的警告 就很可能会担心受怕 这种做法就是叫做色力内人 赖清德如果有本事应该大大方方宣布 我就是台独分子 大陆要抓就抓我一个放过台湾人 搞不好这还表现得有点尬词 结果赖清德的表现 是骗全台湾人 托全台湾人下水 就说全台湾在大陆看来都是台独 大家要共同团结面对 那我干嘛要跟你团结面对 我又不是台独分子 所以关键还在于两个 第一个当然是这些正确资讯的传播 我们在野党在台湾 或者是秉持中道的媒体 就要更多的宣传 跟更多的去做努力 而第二个层面也有待于 大陆他进一步的来做出更详尽的说明 所以未来我也希望国台办能够透过记者会有人提问的方式 比如记者就可以提问呢 依照赖清德的说法 那马英九是台独分子吗 那大陆自然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复 马英九的论述当然不是台独分子 支持中华民族复兴 两岸同处一中的都不是台独分子 那这样子广大的台湾民众 或者是赖清德想要拖蓝鹰下水 这个招数自然就被破解了 那如果我们再看到一般旅游的状况的话 就更加清楚了 像是民进党的前民代郭正亮 前几天才刚从深圳回来台湾 他搭了飞机也是满机 而且郭正亮本人呢 那他也是前民进党的 怎么没有被抓起来呢 所以需要更多的事实 才能够打脸民进党的说法 好的 感谢侯先生的点评 赖清德28号前往台中陈宫岭营区 市岛新入伍的义务役士兵训练 在讲话时赖清德声称 面对所谓威胁不能不做准备 对此前民代郭正亮质疑 万一台海冲突 赖清德是不是准备 把这些义务役的士兵当肉包 赖清德和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 28号一同前往台中成功领营区 市岛新兵训练成果 在讲话时赖清德声称 期许大家通过新兵训练 精进战斗技巧 他还妄言称 面对所谓威胁不能不做准备 对此前民代郭正亮29号 在政论节目中表示 赖清德曾在选举时 对义务役士兵说 他们绝对不会到第一线的战场 结果当时就被爆料 台防务部门的计划明明就不是这样 有一半的新兵要当海岸守备兵 有些士兵还在沙滩练打靶 这不是要到海岸守备旅 那是要干嘛 郭正亮喊话赖清德 现在要不要再跟义务役士兵承诺一次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不要避重就轻 就是你自己继选讲的 坦白讲他的年轻的选票降低 跟这个也有关系 因为人家还是有战争的恐慌 那现在不讲 那请问这些人是不是要准备当肉包 郭正亮点出 这些义务役士兵服役一年 加入海岸守备旅 任务就是在职业军人做阵地决战之前 让他们充当中间的肉包 万一台海发生冲突 这些人恐怕大部分会阵亡 因为相比起职业军人 他们的武器不先进 受训后的整体战斗能力也不行 但这些义务役士兵设定的角色就是这样 赖清德为什么不把话讲清楚 这些人学丢手榴弹干什么 在沙滩战学打法干什么 为什么要选择那种地方 那如果他们是要去防守 什么重要的生产设备 比如说台电 中油 台积电 那如果他们的角色是这一些 有必要学丢手榴弹吗 带头骗人 而且带头骗人的就是你赖清德本人 你买什么武器 叫人家受什么训 就都讲实话了 不要用骗的了 相关问题我们再来请教台北的时事评论员侯汉婷 侯先生 赖清德28号前往台中陈宫岭营区市岛新兵入伍训练 并表示面对所谓威胁不能不做准备 在您看来他这么做有什么意图 以前民进党是非常不重视军人的 你说新兵入伍训练 蔡英文也好像没有去过几次 那为什么这一次赖清德要去呢 包含赖清德要去黄埔 他其实也不用去 以前蔡英文也没去 为什么赖清德要去 因为清楚的知道 两岸关系紧张 他必须要军人来为他笑死 他必须要军人为他卖命 才必须要释出很多的恩惠 哇 你看我来给你们加油打气 我身为赖清德的高度 来给大家加油鼓励 你们这些新兵看到我是吧 应该感觉很感动吧 赖清德所做的这件事情 他就是要在意识形态 以及两岸的论述上 站稳自己的立场 不断的要给新来的军人们洗脑 洗成民进党自己的台独论述 那这些都是在灌输军人们 错误的思想 希望他们能够为民进党 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 必要时牺牲 那么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再一次的骗票 赖清德选前才想说 他当选两岸战争几率最低 他当选义务意不用上战场 但是现在义务意的新兵训练 赖清德却过去致辞 告诉大家要做好准备 那什么准备呢 如果不用上战场 那要做什么准备呢 那很显然的就是要上战场 因为先前军方的报告 跟计划书写得清清楚楚 义务意如果现在立刻发生战争的话 义务意是要被动员到 去当海岸守备旅 海岸守备旅呢就是要负责 贪案兼敌 要守在海岸上 要守在贪案上 要做几乎是第一线的防守打击 那么很明显的 这个海岸上的第一线是干嘛呢 就是当炮灰的嘛 所以赖清德现在对我们的很多军人弟兄 对很多心训的 刚入伍的表现得非常良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要去当他的炮灰了 你们要来当他的肉盾了 他当然要对你们好一点 好的 感谢侯先生的点评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 已经上任一个多月了 这一个多月来表现如何 与蔡英文时期又有何不同 来听听台媒最新的街头采访 那比较起来 你觉得他跟蔡英文时代有任何不同吗 他比蔡英文更激进一点 就是台独的更严重感觉 你有觉得社会上的氛围有改变吗 感觉内斗更严重 完全没有比较好 感觉就是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他要搞台独 不要特别指导 就无感 我可以说 我对他们急不行的也没有好感吗 我绿色恐怖 那我有能够说什么 你会很担心 他造成对外跟对内都在撕裂吗 我不忧心 因为我个人的立场 我认为民进党一直在做这种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一直在发生 所以我也没有觉得什么忧不忧心 应该说要忧心早就开始忧心了 不是赖清德才开始做这种事情 来看下一条 国民党第三波针对台立法机构改革案的宣讲 29号在桃园中立举行 现场约有500人到场参与 朱立伦同批 民进党只会造谣抹黑 很怕过去八年弊案被翻出来 才会死民抗争 而民进党同一时间 也在中立举行所谓反滥权户民主说明会 双方较劲意味浓厚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 赖清德半年前跟大家讲 他一定会到台立法机构做报告 也请民代做质询 结果现在耍赖 当选了就不来 朱立伦还表示 过去提案说台立法机构要有调查权 听政权的是民进党 这次台立法机构改革案终于通过了 赖清德却说这是所谓违宪 朱立伦直言 民进党之所以极力反对改革案 就是为了保全力 朱立伦痛批民进党只会造谣抹黑 赴议案不过就提所谓视线和罢免 民进党反对台立法机构改革 只为了维护党的权益 因为害怕鸡蛋采购和新冠疫苗等各种弊案被调查 朱立伦强调台立法机构一定要改革 未来国民党努力的方向包括修订不合时宜的所谓财政收支划分法 推动核电研议 80岁以上长辈请看护免巴士亮表 反对废除死刑等 国民党坚持公平正义及台立法机构改革 做对的事情 希望大家全力团结支持国民党 而中国国民党机民代鲁明哲说 目前所谓大法官看颜色犯案 台监察机构公信力荡然无存 正义防线相继沦陷 只剩下台立法机构可以伸张正义 改革有其必要性 过去八年 民众做主的权力正在消失 呼吁大家做国民党的后盾 让党机民代在台立法机构能大声说话 维护民众的权益 台立法机构改革案进入所谓视线战场 29号蓝绿两党刚好都来到桃园 为台立法机构改革做宣讲 但由于岛内掀起罢免风潮 两党不约而同把宣讲重点放在罢免案上 中国国民党机民代徐宇珍提案提高罢免门槛 但这次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却表态称不赞同提高门槛 但可以加强联署审查条件 29号民间团体发起的罢免基隆市长谢国梁的行动 联署已突破三万六千份 跨越第二阶段门槛 最快九月中就会进行罢免投票 国民党这种仇恨的一种心态 不理性的一种心态 把所谓的罢免当成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 不止基隆市长因为台立法机构改革案的攻防 岛内政坛掀起罢免风潮 县市长 民代都被点名 其中就包括国民党籍民代王鸿威 徐巧新 我曾经说过如果要罢免我 我一定会发动罢免吴思瑶 所以我觉得吴思瑶委员也不用急了 那么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在做宣讲的行动 面对罢免战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全面应战 沿以修改选罢条例 主张就职未满一年者 不得作为罢免提议与联署对象 更建议提高罢免门槛 一是同意罢免票数 需达原选区选举人数四分之一以上 二是同意票数需超过被罢免人当选得票数 门槛不用提高 但是罢免的票至少比当选的票多一点 这样才是比较合理的 只是法案想送出台立法机构所谓内政委员会 势必面临表决 蓝绿七比七 台湾民众党成为关键少数 门槛不要动 但是连署的方式应当更严谨 这名警告说 就是蓝白合作说法 第一个遭殃的会是民众党县市的议员被罢免 那你确定民进党不会被罢免 真的假的 不要再搞这种事情 我真的我对这一段时间 这个台湾政团的现象感到非常艳烦 台湾民众党定调 不支持调高罢免门槛 但要加强审查条件 台立法机构的改革案还未落幕 选罢条例恐怕又将掀起 蓝绿白新对决 相关问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时事评论员谢志传 您好 谢先生 在您看来 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的行动 是否会进一步发酵扩大 民进党这么做有何用意呢 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这个案子 可以说是民进党要跟蓝白和恶斗的一个序章 第一个目标为什么摆在基隆呢 因为基隆它是一个小地方 联署起来可能对民进党而言比较方便 这一关如果真的过关的话 那么台湾将陷入大罢免的开始 基隆呢就是大罢免的一个试金石 因为一旦罢免成功啊 等于是蓝白守护谢国良的任务失败 绿营士气就会大震 一旦让绿营士气大震的话呢 他们就可以去开始去寻找 那一些要罢免的立法机构的名代 就逐一个点名可能范围会非常的大 因为绿营的士气一上来之后 这个风波会一直闹下去 其实绿营他们之所以要采取这么激烈的行动 还有另一个理由 就是他们现在立法机构的这个人数太少 他们想借由罢免这个名代 然后呢由自己的人取而代之 一旦胜选那么立法机构的席次 将会产生变化 到时候话语权呢 有可能就长在民进党的手上 那么民进党就满血复活 他到时候就可以借着行政的力量 压迫柯文哲跟他们合作 那到时候你这个国民党 原来的最大党的席次就没有了 那么绿营就很有可能重新掌握 立法机构多数的席次甚至过半 所以这个才是他们最主要的目标 好的 感谢谢先生的点评 台湾地区核三厂一号机将于今年7月停机除役 然而现在已经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 外界担忧台湾出现电力缺口 据了解中国国民党将在台立法机构 提出核电演义相关修正案 最快将于7月8号排审法案 蓝莹表示修法只是让法规具有弹性 关键还是看民进党当局是否愿意接招 夏天热道受不了 家家户户开冷气避暑 加上台湾积极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庞大的用电量挑战民进党当局的能源政策 而核电厂能否研议也再度被讨论 有台媒报道称 中国国民党级民代柯志恩将于7月8号排审法案 判在核能安全的前提下 给予核电厂研议的法规依据 要挑战民进党的非核家园省主牌 如果汽车是规定五年要进行进场大保养 难道可以单凭五年到了 就一直修改把这个五年延长成七年 就可以等到七年后再做大保养吗 当然是不可能 有许多人的生计都是靠着核电厂在生活的 那包括我们的核电厂的敦青木林 长期以来都是做得相当不错 因此确实有不少万里在地的乡亲 是建议核二厂可以研议的 就是在于法令的松绑而已 据了解核二厂已在2023年届满厨艺 核三厂一号机在2024年7月也将停机 外界担忧电力缺口大 但即便国民党修改相关法规 也只是让核能研议有法源依据 对此国民党集民代柯志恩坦言 其实国民党要做的只是抛出问题 即便修改相关法规 离重启核电还有一大段距离 因为核电研议的申请权审核权 都还在民进党手中 关键还是民进党当局 愿不愿意申请与执行 届时排审法案时间一到 民进党不管如何都得正面接招 宣传这么些年也不知道好不好使 指定好使啊 其他人呢 我在这呢 这下看清楚了吧 看清楚了 定期献血为健康加分 不管什么行 无常献血最有行 朱熹理学思想中 倡导的笑脸思想 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 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 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刻提醒大家 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共心 公正做事 不存私心 做人要存正直之心 行仁义之德 不以一毫私利自闭 不以一毫私欲自雷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近期台湾地区流感病毒 肠病毒等四起 大医院的急诊室病患爆满 医疗资源出现短缺 台大医院院长吴明显表示 急诊爆满早已是日常 若不强制分级 牺牲的永远是医疗人员 据台疾管部门最新统计 台湾地区上周新增817例新冠确诊病例 比前一周上升三成 同时增加40例死亡病例 台卫福部门称 这波疫情目前还在上升当中 更糟糕的是 在疫情攀高峰的同时 岛内医疗资源也出现短缺 台大医院院长吴明显也强调 急诊大堵车已是日常 新冠疫情不是单一原因 如果再不强制分级医疗 牺牲的是医护人员 而医师出身的中国国民党 即明代陈金辉28号称 台湾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 护理荒 输液荒 各层及的医疗院所 基层医师们都在哀嚎 严重影响到台湾民众的就医权益 陈金辉以输液为例称 这几乎是所有急诊 住院 手术 都会需要的基本医疗物资 近期 一家市占比八成的 岛内输液大厂 因质量问题而停业 而台卫福部门早在去年11月 就已知该厂有质量问题 却毫无作为 他直言 岛内目前的输液荒 就是民进党当局酿成的人祸 然而 民进党当局的应对之道 却是选择以两到三倍的价格 向海外购买输液 但输液供货稳定 还要等到10月份 陈金辉质疑 是不是表示接下来的四个月 台湾地区要持续向世界 喊出台湾需要援助 除了输液荒 病床也吃紧 岛内舆论迟出 民进党当局一直告诉民众 一切在掌握之中 但医师都没办法开抗病毒药物 缺药问题相当严重 同时 医护人力不足 导致急诊室更加拥塞 舆论呼吁 医师出身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赖清德应倾听基层医疗专业意见 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近期 岛内物价飙升 知名的酸奶品牌雪芳宣布 从7月1号开始调涨价格 其中 益生菌酸奶 一组三桶的价格 从2100元涨到2220元新台币 整体涨幅大约6%到7% 而贵族市家的牛排 4月才刚涨价 现在全品项再涨20元新台币 最便宜的排餐也要400元新台币 酸奶搭配各式穀物 加上草莓 蓝莓 一顿简单清爽的早餐就大功告成 但随着物价上涨 台湾知名的酸奶品牌雪芳的产品价格 也水涨船高 希腊酸奶每罐从原价400元 涨到420元新台币 酸奶饮每罐从100元 涨到105元新台币 果酱每罐涨幅10到20元新台币 就连以往的平民美食大桶冰淇淋 也从一桶350元涨到370元新台币 而益生菌酸奶 一组三桶的价格 从2100元涨到2220元新台币 整体涨幅大约为6%到7% 除了酸奶涨价 4月份才刚调整过价格的 知名牛排连锁店贵族市家 如今又涨价了 每份餐点要涨20元新台币 要想吃最便宜的套餐 每份都要花上400元新台币 400块有点贵的样子 因为贵族市家印象中 应该只有300有200300的价值 就连台中知名的伴手礼蛋卷 也因为扛不住原物料价格上涨而上涨 蝴蝶酥也同样涨到 每合380元新台币 平均涨2%到3% 物价涨得蛮快的 但薪水没有涨 业者无奈表示 除了要应对原物料价格飙涨的压力之外 夏天还面临冷气设备增加 再加上夏季电位比较贵 每个月支出就得上万元新台币 实在撑不住 只能调整价格 如今岛内万物皆涨 只有薪水没动静 民众感叹 想要维持生活 真的好难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 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 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部分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第十九届世界剑道锦标赛 将于7月4号至7号 在意大利米兰举行 在福建厦门定居的 台湾青年苏玉成 获得了代表中国队 出战世锦赛的资格 也成为首位代表中国 参加该项赛事的 台湾省级选手 对此苏玉成感到十分兴奋 他说作为中国人 能有机会为国争光 很自豪 哈喽 我现在已经到厦门机场了 准备搭晚上八点钟的飞机 前往意大利 参加第十九届世界剑道锦标赛 这位90后的台湾青年 就是定居厦门的苏玉成 得知自己将代表中国队 出展第十九届世界剑道锦标赛的消息后 苏玉成难掩兴奋 而他也是本届剑道国家队 24名队员中唯一一位台湾省级选手 我非常地开心 我可以身为一个中国人 代表中国国家队 参加这个剑道世界影尖的比赛 站在一个舞台 我非常地骄傲 也非常地自豪 希望我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 为国争光 世界剑道锦标赛创办于1970年 是国际剑道最高水平赛事 每三年举办一次 中国自2009年开始组队参赛 为了获得第十九届世界剑道锦标赛的参赛资格 三年来 苏玉成努力参加各种积分赛和集训 最终通过层层选拔 于今年四月 收到了第十九届世界剑道锦标赛的邀请函 在邀请函中 东道主意大利剑道联合会写道 中国剑道联盟是国际剑道联盟的成员 请意大利驻华大使馆 及与中国代表团选手苏玉成所需签证 而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状态 苏玉成特意提前出发前往意大利米兰 做适应性训练 我现在已经到米兰了 回到酒店起诉 已经身穿战袍 我们国家队的队服 马上就要去参加适应性训练了 大家替我一起加油吧 近年来 苏玉成在大陆参加了数十项大小赛事 拿了不少冠军 也交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大陆朋友 让他更有信心面对挑战 我们争取小组出现 小组出现就已经是世界前16强了 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往8强4强 慢慢地一步一步迈进 这些队友我们都已经相识了 5年8年10年 都已经关系非常好了 我非常有默契 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在团体比赛 也可以拿出非常好的成绩 此次苏玉成作为第一位代表中国队 出展世界剑道锦标赛的台湾省级运动员 获得了很多大陆网友点赞 但也遭到不少台湾绿营人士的抹黑攻击 对此苏玉成表示 自己完全不会惧怕 只会勇往直前 穿上这一身衣服的话 其实非常的自豪 因为我代表的是中国参加世界锦标赛 我一直没有担心这些岛内的舆论 因为我一直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我一定会为国正光勇往直前 29号上午 第二届闽台山盟海市集体婚礼 在平潭潭南湾田美澳举行 20对新人跨越天南地北 在同时和亲友的见证下 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29号上午9点半 20对联岸新人 手牵红袖球 走过红地毯 共同参加卧冠之礼 和谨之礼 婚姝之礼 夫妻对拜等 中国传统结婚仪式 这些幸福的新人 来自台湾 吉林 重庆 广东 惠州 福建等地 其中有不少新平潭人 他们在平潭扎根奋斗 积极投身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的热潮 如今 他们共同书写的平潭爱情故事 为平潭增添了更多浪漫气息 我们都是济南大学的校友 然后我们念的是硕士 我当时也是很犹豫说 到底要留在内地还是回台湾 然后刚好那时候 平潭综合实验区 就是来我们学校找台湾人 然后我就留在了平潭 然后刚好得到通知有这个活动 我们两个人就来参加这个活动 二十三年的这个八月的时候 我们才来平潭 然后就觉得平潭这里像一个港湾一个家一样 让我离家人更近一点 因为我家人就在台湾 那他家人在贵州 以这个集体婚礼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象征 就是因为我们这九年来 就是一直就是到现在 就是才有一个结果嘛 那就是希望以此为一个象征 就能让更多的两岸的新人 让明台更亲上亲 活动现场 还有五对特邀家庭参加婚礼 不少新人的父母 亲人朋友 也来到现场 见证集体婚礼仪式 为新人送上祝福 所有的父母看到我的女儿 找到这样的女婿 我是非常的高兴 我在这里也在祝福他们 夫妻恩恩爱爱 好在就是隆重 大家都来祝福他们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我觉得这个婚礼 对现在的新人 其实有很大的意义 尤其就是现在就是两岸融合嘛 然后我们也是结婚满十年了 对就是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然后也有两个儿子 我觉得平坛这里的话 就是人民都很热情 两岸婚姻是两岸融合发展的 美丽见证 近年来福建着力打造 山盟海市 闽台婚姻家庭服务品牌 此次闽台山盟海市 集体婚礼品牌 永久落地平坛 意味着闽台山盟海市 集体婚礼 将常态化在平坛举行 未来平坛将见证 越来越多两岸青年喜结连礼 我想我们今后还要在面上 还要再拓宽一些 争取更多的新人 加入到这个两岸的这个团体来 让我们的活动办得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也会在人员的保障 议程的安排方面 考虑得更加细致一些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志平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